我叫前逼姬,这是我的身份证,本人声明举报,因为是洪春市,法治市,人民政府和洪春市的乐体,国家常采果堂,2009年,因为我打过韩国限制发酵堂养殖技术,被洪春市,法治政府的特别要求在身内现场,并带动全责环保养殖,这是招商文件,这是环保文件,这是组建证,这是房产证, 因此从建立一字经营良好,直到2017年,藏增有1600平,种族和宗族共有980种,2017年法治政府和离业局突然来到我藏里,告诉我藏养殖堂不合法,以古包公园占地为民,要求我藏三天之内,处理到所有生族,拆除所有的藏房,并不可以继续经营,马上平台, 我的养殖堂,09年当地政府签发即可情况下开设的,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,我称多次去法市政府和洪春市理业局反应解释此情况,没有活动解释,实施我所住的赞千万元, 从2017年,资金反应政府和洪春市理业局没有赔偿我一分钱,为了藏款藏女的贷款,我和我家里已经出贷累累,全部被法院执行,全家已到流入街头地步,希望能看到此次私聘的领导,请帮忙解决问题。